从金融市长牛昌手中接下表扬状 林长们开心的与辅会首长及议员们合照 这里是七路区资深李林长表扬典礼现场 前两年因为疫情停办 今年的疫情趋缓 指挥中心更宣布国境解封后 金融市政府决定恢复举办 希望以实际行动向劳苦功高的资深李林长们表达感谢之意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资深李林长的一个表扬 那之前因为疫情的一个关系 所以这个停止实体的一个举办 那这一次是因为疫情趋缓 我们恢复来举办 那很多的资深李林长 这个一份服务的一个工作做了几十年 最常有超过四十年以上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市政府每年都会针对这些资深李林长来进行表扬 希望一点点的一个心意 能够去表彰他们的一个服务的精神 也希望有更多人能够向他们看齐 然后参与服务人群的一个行动 七五居二十个里 共有五十一位服务满十年以上的资深李林长接受表扬 其中有两位李林长 服务年支更长达四十年 年八十届的副名李林长吴明忠强调 当李长并不如外界想的那么容易或是薪水高 对他来说就是欢喜做甘愿兽 李林长很不好当啦 这个反正是自己愿意当呢 不然就不像网路说那个什么待遇那么好啦 有什么瓦解富康的 其实都是要做事啦 很多事情啦 有时候起床论啦 反正无理没理他都 李明都不管你这些啦 像这个 以大一点打电话来问说 李长啊这个快要演起来怎么办 你们怎么处理 不会演啦 已经那个分红道已经分开了 金融市长刘昌强调上任八年来 获得林李长的协助 让市政推动更为顺利 尤其疫情期间 各位林李长的鼎力协助 更让金融防疫成绩在全国名列前茅 因此他对林李长都是充满感激 也希望大家继续秉持服务的精神 落实林李基层工作 让金融市更繁荣进步 记者张琴辰金融报导 谢谢 是 这个家里